风和人类的乡夜 坐落着一座古朴典雅的日式别墅 叫这缓缓时辱 走下两位长相清秀的女孩 当她们推开大门走入幽暗的房间后 一切都变得诡异起来 欢迎收看夜班老司机的第七期节目 深夜就要听老司机讲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今天让我们一起聊聊 十五年来从未被超越的韩国恐怖电影 《墙花红莲》 静静的夜睡不着觉 想要深夜玩刺激 来找夜班老司机 快上车 没时间解释了 故事要从这对姐妹花开始说起 乖巧闻近点的是妹妹秀莲 清纯成熟些的是姐姐秀薇 两个人手牵手来到宁静的湖边 享受着姐妹间千米无间的亲情时光 然而随着父亲的一声呼喊 当他们迈入家门 身后明媚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 整个世界的画风 顿时天翻地覆 迎接他们的除了空荡荡的房间 还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他们的后妈 女人满脸的对象 可在秀薇眼中 这不过是她在父亲面前演的一出好戏 这股虚情假意背后隐藏的 是女人狠毒的蛇蟹之心 果然这栋房屋在姐妹入住之后 开始处处弥漫出诡异的气息 当天晚上 妹妹秀莲在睡觉的时候 原本紧闭的木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伴随着枝嘎作响的声音 一只苍白且枯瘦的手伸了进来 被吓破胆的妹妹逃到了姐姐秀薇的床上 两姐妹相互壮胆 相互意味着渐渐入睡 可是睡梦并没有给女孩们带来安全感 睡眼朦胧中 姐姐秀薇看到了床边爬行的会晤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慢慢地飘到了她的眼前 对视那道足以杀人的眼神 就为惊醒才发现 原来一切都只是噩梦 但梦中从女鬼身下伸出的手 又怎么回事呢 察觉到一股热流吸来的女孩 摸了摸身下 再揭开妹妹的裙摆 鲜红的印记印证了梦中的诡异 姐妹同一天来了例假 去找后妈讨要卫生巾的秀薇 却发现那个讨人眼的女人 刚好也来了打姨妈 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三个女人 同时来了例假 真的这么巧吗 秀薇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琐事 此刻她关心的是妹妹 秀莲手臂上出现的伤痕 她怒不可恶地跑去质问后妈 然而后妈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认为孩子不听话就要惩罚 这是姐妹们的咎由自取 面对家里两个女人之间的争吵 唯一的男人却显得非常冷漠 她只是冷冷的安慰强化 该吃药了 不然你的病又要复发了 这一句话仿佛谜语 令人困惑不解 看似正常的秀薇 到底得了什么病 就在此时 家里来了客人 气氛凝重的三桌上 没有出现姐妹们的身影 说故事的女人 面对弟弟和弟媳妇的无动于衷 感到非常气愤 而弟弟却表示 你说的这一切 我没有任何印象 更诡异的是 弟媳妇突然浑身抽搐 仿佛被什么掐住了脖子 陷入了窒息的癫狂 告别了这顿不愉快的晚餐 回家路上 弟媳妇神经兮兮的 告诉开车的丈夫 你洗劫那种房屋 真的有脏东西 我刚才倒地不起 看到了橱柜下面 躲着一个女鬼 女鬼究竟存不存在 伤不知晓 但姐妹们和后妈的矛盾 却激化到了顶点 后妈发现 自己平常圈养的小鸟 血迹斑斑地死在了 妹妹秀莲的床上 借似底里的女人 不由分说地 把女孩关进了衣柜 任由秀莲哭喊 却狠心不肯放她出来 父亲宝去劝女儿秀薇 不要再搅乱一家人 平静地生活 秀薇惊诧于父亲 为何如此偏袒后妈 完全无视妹妹秀莲 被虐待的遭遇 然而父亲一句话 犹如惊雷 彻底击碎了秀薇脆弱的神经 别再这样折磨自己了 你的妹妹已经死了 不肯相信妹妹死去的秀薇 在夜里顺着房间脱形的血迹 发现了客厅里摆访的包裹 那是妹妹的尸体吗 那是后妈犯下的罪行吗 不敢想象的秀薇崩溃了 她和随后赶来的后妈 扭打在一起 丧心病狂的后妈告诉秀薇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是你想忘记某件事情 却发现你根本做不到 你的妹妹已经死了 如果你忘不了她 不如就让我送你们姐妹团聚吧 就在猙獰的女人 举起石膏像的那一刻 屋外的大门打开了 推开大门的男人 发现了躺在地上的秀薇 以及满地碎片 还有瘫软在沙发上的妻子 这个刚刚想要杀死秀薇的女人 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被眼前出现的另一个女人 惊呆了 那是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啊 在镜头缓慢的摇曳中 所有谜题被解开了 沙发上的后妈变成了女儿秀薇 地上躺着的是雕像 原来一切都是女孩的想象 她的人格早已分裂成了三个人 为什么 因为母亲和妹妹的死亡 让女孩陷入了恐慌 而后妈的出现 更让她觉得失去了唯一的父爱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之前 她发现三个女人同时来了李家 因为根本就只有秀薇一个人 为何弟弟一家 会对姐姐的故事无动于衷 因为餐桌上坐着的是女孩秀薇 为何父亲会对后妈卖弄风情不感兴趣 因为那是秀薇穿上后妈的衣服 扮演父亲的女人 那么难道所有的诡异 都是秀薇精神出现了问题吗 这座房屋里到底有没有鬼呢 真正的后妈回到家之后 答案揭晓了 听到诡异声响的后妈上楼 又一次见到了那只苍白枯瘦的手 当灯光被熄灭后 终于有什么从衣柜里缓缓爬出 当年母亲吊死在妹妹修炼的衣柜中 妹妹发现后 却不小心拉倒衣柜被狠狠砸中 只可惜全家人只有楼下的后妈前去查看 这个早已想要取代女主人地位的女人 放任秀莲的呼救转身离去 最终导致了秀莲的死亡 也就是说 真正在房间里出现过的 是秀薇的生母 以及妹妹秀莲 这两个女鬼 强花红莲 这部诞生于2003年的电影 当年创下了314万人次的 韩国恐怖电影最高观影人次记录 至今仍未被超越 她一非常美丽和哀伤的镜头 在恐怖电影的包裹中 讲述了一个少女 在失去亲情后 如何孤独成长的凄凉故事 15年过去了 强花红莲的故事已经结束 什么床边的鬼影 什么衣柜里的鬼手 这些都是世间不存在的想象 但她还是给无数孩子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童年阴影 你知道是什么吗 对 就是 后妈 过去 刚刚